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别忘记三连哦 一只柱到底是怎样和小葵成为一对的 一只柱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迷豆子 尤其是变回人类的他 并且迷豆子从来不会对一只柱大喊大叫 而且不管一只柱做什么事 迷豆子都会以一只柱不明白作为前提 耐心地向他解释 这是什么东西 这件事该怎么做 迷豆子从来不会取笑一只柱 久而久之 一只柱什么事都会跟迷豆子说 对于一只柱 迷豆子就像是他的母亲 对于这一点 鳄鱼老师在后续推出的探治郎近况报告书中也有提及 而且迷豆子每个月都会去蝴蝶屋找香带呼和小葵 因为是骑着一只柱去 所以让善意抓狂得很 小葵在平日里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做事认真负责 不过因为一只柱在他面前 总是做出意料之外的事 所以经常会被他笑话 这种与众不同的相处模式 或许才是日后一只柱和小葵之间感情的衣食吧 看够了吗 看够了就投币吧